在worldaffairs.blog 有一篇文章 G7 就是七角 Joe Biden's tour of democracy Jihadism 就是美國的現任總統拜登 將會有一次 他們叫做 民主的盛戰 主要指出剛剛美國總統 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意見文章 我覺得很有趣 竟然那個意見文章 就要解釋Joe Biden是誰 他說Joe Biden is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如果在一個華盛頓郵報裏 用英文給美國人看 都要解釋作者Joe Biden 如果是美國總統的話 我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我會把截圖放在螢光網上 大家會看到 舉篇文章 主要裏面出現了一個字非常多次 那個字就是democracy 或者democratic 民主 有十六次 而提到中國和俄羅斯 也有七次 換句話說 在他這篇文章的十二段裏面 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推銷他的所謂民主 在這個作者的一本新書裏面 他就將現在美國在做這件事 不停地對外的侵襲 不停地戰爭 叫做democracy Jihadism Jihadism 就是聖戰 這是一個民主的聖戰 即是說 他現在認為 美國將民主這件事 變成好像 宗教那樣 盲目的崇拜 而在聖戰裏面 即是回教徒裏面 他們只是信有一個神 因此任何其他人信 第二個神 或者多個神 都認為 和他們有仇 要聖戰 這個現在一樣 美國認為 全世界都應該好像他這樣 行他們所說的 用選舉方式 產生政府這個政制 任何人 任何國家 不行取這個政策的話 這樣政制的話 那就不對了 其實 目前來說 美國的政制 是否真是民主 其實有些人做了一些研究 譬如 在Princeton University 普南斯頓大學 已經是 1981年至2002年之間 已經是 差不多是20年前的研究 而 目前來說 這個現象 會更加厲害 沒有減少 就是 那些有錢的 和有力量的人 可以得到他們所要的東西 而普通市民 就一無所得 這個指 指在這段時間 1981年至2002年之間 在他們國會所通過的超過1700項 政策之中 發現大部份的政策 不是大部份的 傳播政策 都是為有錢人而設 而對於普通人來說 是一點都沒有好處的 而那篇文章 叫做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Elvaged Citizens 我將這詞 放在描述裡 大家有興趣可以跳過去 找來看看 因此 現在美國根本 也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們只是不停地說 為什麼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他們的國會議員們 是要靠競選 而競選 你花得越多錢 越容易可以獲得 選賭 因此 就要靠別人捐贈 你受到別人捐贈 就是要為別人賣命 這是第一 另外一個就是 寫的那本書 叫做The End History 日本籍的美國的政治學家 Francis Fukuyama 就提出了一個新名字 叫做Vetocracy 就是用Democracy 前面的Democracy 改為Veto 即是否決 現在我們知道 在兩黨的政制之下 很多時候要推行政策 就不是這麼容易 但是要否決政策 就非常容易 因此 那些有勢力 有錢人士 絕對可以做到 就是 就算政策 自己喜歡的 推動不了也好 起碼他否決了 他不喜歡的政策 這就是 現在實現的現象 而這些有錢的人 和這些機構 或者特殊 利益少的團體 就有的是錢 所以兩邊都賣通 所以 給美國市民覺得 好像 原來我們有兩個選舉 可以選擇 民主黨或者共和黨 好像有兩個政黨 其實不是 只是選擇 他們兩個政黨 都是為了自己的荷包 為錢而已 而在全世界來說 我們也看到 所謂用選舉方法 產生政府的國家 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至於華語權方面 大家也會發現到 在全世界 由巴西到新加坡 德國 日本 印度 沙特阿拉伯等等 全部都有同樣的媒體 包括Facebook Twitter CNN 或者他們本地的CNN 等等 所有市民所收到的訊息 基本上是一樣的 因此 在學校中學的東西 在日常生活 媒體拿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樣的 有很多發展中國國家會奇怪 為何 那些有錢的國家 可以靠印銀子 美國可以靠印銀子 而他們 就要向IMF借 借完之後 IMF可以對他們 採取非常多的政策干擾 為何不可以自主做事 這篇文章 第二點 我們剛才說了 他提過 中國和俄羅斯 六次 七次 我們不禁要問 到底 這樣對中國和俄羅斯 這麼大的敵意 有什麼團體受益 大家想到 不用問 當然就是 他們的軍工企業 這些軍工企業 因此可以得到 國會更多的批准 而至於對歐盟來說 其實跟著美國的分手 絕對是沒有好處的 第一 如果歐盟和中國和俄羅斯 一起合作的話 可以構成一個歐亞大陸的經濟體 這個經濟體的生產總值 會是美國的生產總值的三倍以上 即是說 如果歐盟真的和俄羅斯 和中國合作的話 對於歐盟來說 有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有非常大的 謀取利潤的空間 但現在 歐盟可以說 被美國牽著鼻子走 尤其是 因為他們要依靠北約組織 來作為自己的防禦 但老實說 當有事發生時 那個北約組織 只會要脅北約的國家 去就美國的利益 例子當然就是 那個北溪二號的石油 和天然氣灌線 其實俄羅斯和德國 簽訂一個這樣的油管 由一個國家 是受到損失的 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目前來說 已經可以說非常窮困 它大部份的收入 是靠油管通過它國家 收取過路費的 現在在公海裡 鋪了一條油管 由俄羅斯 直接送到德國 它自然收不到買路費 對它來說是一個損失 但對歐盟來說 其實是一個好事 因為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能源供應 但是我們知道 美國就是極力制止 現在剩下大約 那條油管 剩下大約一百公里 就可以接通了 所以我相信 現在美國制止也太遲了 而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 歐盟方面基本上 沒有經濟總值有增長 所以在2020年 中國已經超越了歐盟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比整個歐盟加起來 都要多 在這方面 其實歐盟應該想清楚 為自己 而不好 是被美國牽著鼻子走 但是很可惜 現在他們就是 第一 在媒體 在大學 在各方面 都仍然盲目地相信 用選舉方法 產生的政府 是最好的政府 而在這篇 美國總統拜登 所謂意見文 發表時 亦都重新 將民主 變成 好像一個 宗教 有任何國家 不用他們的方法 的政制 都是罪人 因此 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有選舉 或者中國 中國也都有選舉 只要不是他們那種 他們不可以有多黨政制 或者俄羅斯 普京的政黨太強勢 沒有機會換另一個政黨的情況之下 對他們作以一個敵視的態度 其實這個對世界和平 絕對沒有好處 其實這篇文章 我意思是指拜登這篇文章 其實是一個差不多是下戰書 所以我們大家不用對美國有任何的奇想 他們都會繼續走他們的路 中國唯有做好自己要做的事